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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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強 歡迎來到女人的店堂 小王哥 是 看到你最近的穿著 以及妝髮 我發現我們好像最近 流星時尚這一塊 有很大很大的見解不同 開玩笑 我來自時尚圈 我就是時尚的尖端 我真沒想到 彭華哥 幹哥 走在時尚的尖端 什麼幹哥 我通話夜市趙宥婷咧 明明就是臉很白的幹哥 追擊是不是 我就是流星 你噴嚇 躲了 他噴到 舞上 補 你就是流鼻涕 我真的跟時尚 那麼沒有關係嗎 完全沒有 沒有 我問錯人了 我應該問一個 走在時尚尖端的阿里 穿衣 穿什麼樣 就是那個鳥樣 人家說我們台灣的流行美 老外看不懂 這個就叫做流行 千萬不要這樣想 完全不是這樣 真的看不懂 今天這一集可以攻擊主學嗎 馬上為你請到 走 自以為走在時尚的尖端 我們的台灣代表 歡迎 來 第一位穿睡衣就來了 這是什麼時尚風氣 對 他在帶領流行啊 什麼年代了 還在綁什麼乳牛的啾啾 發霈是不是 我們好不容易耶 你 你可以批評我 但是你批評我的什麼妝 髮型 什麼造型 那後面都有人 那兩個還站在那裡耶 當然我們要來介紹 我們的 時尚達人 我們聯合國喜南 流行如超水 總是一坡坡 沒跟上腳步 小心過時落伍囉 但是台灣的流行文化 看在外國人眼裡 有時卻是世上最難解的謎題 今天行男們 就要來分享 自己最看不懂的台灣流行 到底台灣人瘋什麼 最讓外國人傻眼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橋 你看你的髮型 跟法比歐有什麼不一樣 人家就這麼帥 你怎麼會就是... 發比歐我帥嗎 很帥 很帥嗎 再大聲一點 如果我約你 你會來嗎 不來 但是很帥 好帥喔 好帥喔 小陽哥 因為今天是講時尚 所以我們堅持 我們堅持你跟法比歐 要對調一下衣服 對調 沒有問題啊 就是說外套互換這樣 是嗎 裡面也互換 換啦 拜託嘛 換一下 法比歐穿衣服 我跟他講一定不一樣啦 哪裡不一樣 不是 因為我怕這件太長了 他法比歐穿起來 對 然後我穿變韓版就對了 我們看一下 我們請他們兩個到後面換一下衣服 還滿期待的 各國的新年有沒有過 台灣流行的東西 是你們完全看不懂的 真的不懂 而且我覺得我老實講 台灣的流行就是日本的五年前 放屁 少來就坐過來這邊 坐過來 所以好好聊天 你現在一直說 你已經把未來五年東西 帶來台灣 沒有沒有 已經我融化到台灣了 真的 但是你想一下 我持久了 在那個台灣 從日本買回來的衣服 差不多三年前嘛 然後那個 那個衣服那個手機 我還覺得 怎麼那麼搞掉 或是Bling Bling 是類的 一直被罵 結果最近就是開始流行 那一種的衣服 然後還有 等一下 還有 那個有些 有些就是現在高中生 你知道嗎 那個頭髮抓的那個牛腩一樣 頭髮 那個 現在耶 對 哪里有 西門町啊 你們是不是沒聽過西門町 你是做像我們第四個特別來賓嗎 那個不是日本來的牛腩嗎 有還滿像的 他現在還滿像的喔 其實有耶 會奶頭髮 比小良哥好吧 我跟你講 這個發射 妳現在在這樣弄突然 妳進日本被嚇 其實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幾乎每年都要放假 去日本個兩三次 然後我就發現 日本男生是真的很帥 謝謝 就是走在路上的型男是真的 帥到一個 他們的穿著打扮 不管怎麼樣 就算是有點上了年紀的男生 他們就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有型 可是 往往把我嚇到的都是女孩 因為女孩都會把一些 非流行的東西放在自己的身上 比方說他們流行 譬如說 紗裙 蓬蓬裙 然後他們就會加一個 譬如說泡泡襪 然後會把臉的妝 就是像我們現在的妝是乾乾淨淨的 是 這個是現在的嗎 還是幾年前流行的 差不多路上都會有這種的 我跟你講 男女後 在台北的路上會看不出來 不可能 不太誇張了 妳看日本以前的109辣妹 台灣就沒有 對 那是哪裡來的 沒有 那個只有通緝好嗎 台灣就沒有啊 這感覺好像 一天晚上在鬧運的感覺 對啊 然後再來是他們妝真的不好下的話 你說109就算 109就是塗黑 然後眼圈這一圈很... 對 就是大家都公認109很可怕 可是除了109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裝飾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他們的那個腮紅啊 感覺就是把兩塊腮紅 放在這變紙紮人的感覺 就很紅你知道嗎 然後他那個下眼線就會彩色 就亂七八糟 然後眼睛畫得這樣 然後眼眉毛也是彩色 什麼都是彩色的 請問一下夢多 就日本的男人喜歡這一個味道是不是 其實在通勤比較多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帥啊 永遠都覺得他們帥 因為他們就是想法不一樣 因為日本一個就是那個什麼 Visual Get Down的K Cosplay 對 就是細節性的那個 哪一種的夜還滿流行的 對... 所以他們被影響到 但是相信我 三年後 在台北的路上一定會看得到 Cosplay Cosplay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歡迎 Falby O 竹烈 太帥了 帥不帥了 來 再把西裝外套穿上去看看 是不是就比小蘭哥帥了 外套 外套穿一下 穿白色的衣服啊 沒關係 我們觀眾喜歡 你看他多痛苦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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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還是很帥 帥啊 你看 很像在深展台上的耶 好帥 而且為什麼會是 超級尺寸的衣服呢 小蘭哥尺寸太大了 真的 讓我們歡迎 國際舉行 童話間彭華蓋先生 你 好帥喔 好帥喔 怎麼有白是那麼白啊 Falby 太急了啦 好帥喔 好帥喔 而且為什麼會 一夜的感覺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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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整天走的時候 肚子在肚皮會腫 而且一定要搭配這種音樂耶 等一下 我有一個疑問 你現在說垮下來 上衫就會爆掉 你在提什麼 我剛剛進去跟發表 因為我們快速換裝嘛 我們一進去 他一進去 毛起來脫 我就回想到 當年那種激情的感覺 你看有沒有 同樣的衣服 我們請問四位特別來賓 是不是法比歐穿帥很多 帥爆炸 真的問題 而且說實在那個JUJU 原本我覺得 它很帥 但是這... 是不是 對 這個 法比歐穿上OK 很小耶 台灣最大的JUJU工廠贊助的 有沒有那個 小楊哥肩膀給他放一包煙好不好 而且剛剛小楊哥穿那套白色新衝 這很像吹吸手迷的 而且耳朵上應該要夾根菸啦 拿一瓶藥酒給他 再看看你現在身上這一套 趙正平先生 你來這邊幹嘛 有... 有插成這樣嗎 當然有 而且 趙哥現在瘦很多耶 而且你看 你的肚子怎麼了 你...你問問法比歐 我穿這一套OK嘛 我OK耶 塞索 來 沒有一定要扣好不好 你可以扣一下嗎 這樣通風 你扣給我們看看 不用... 感覺好憋喔 來 算了 打開啦 打開打開 這樣不好看 真的 我們在這邊都聽得到 他吸氣的聲音 你這個人坐下來 那個扭扣爆開耶 你放鬆看看 有什麼不對嗎 來 我們請問 外國型男們覺得 小楊哥穿上很帥的請舉全 你們真的要老實耶 真的 不好看的請舉全 你們剛開始就說我 後面就不要了我 沒有到不好看吧 全部都放棄投票耶 我也...我也投票啊 我覺得你穿得很帥耶 是不是 對 有個人的風味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必須把他們 再請回後台換回來好嗎 我不想要跟這樣的人主持 還要再換回來 那激情的感覺又來了 我們剛剛一進去 毛起來脫 然後真的... 去... 趙哥快點啦 趙哥 去... 所以你看 是不是不是衣服的問題 也不是髮型 也不是化妝 就是人的問題 氣質的問題 真的 而且我覺得很妙的是 日本的男藝人 有一半以上都化妝 而且是化了你看得出來的那種 日本的素人也化妝 而且他們都修眉毛 素人男生也會修眉毛 修很接 日本男生都會修眉毛 沒有 這個我跟你講 結束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修 沒有 我沒有 我是天生的 你們講一下 這個我們的白菜都很緊張耶 你不是也有修嗎 我是有修過的 對 你看 好像很緊張啊 你怎麼了 你剛剛那個領潔是... 屁股 我們之前你不在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日本人 他很誇張耶 他眉毛好... 小眉毛 這個我會承認 我一直... 現在就是有時候看日本人 真的很奇怪 但他們很細 但是他們都是通勁耶 所以幹我們屁事 九州... 我了解 所以九州也看不慣東京人 沒有沒有 九...東京人真的... 我... 東京人真的比較會修眉毛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他們對流行太敏感 敏感過頭 比如說看到 比如說你要修眉毛 那我也要 那越來越細... 應該是這樣 對 都修得很細 對 很奇怪 那阿布覺得哪裡的流行怪怪的 我個人覺得全世界的 都會有不一樣的流行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至少是流行適合的 你看像美國當紅的Lady Gaga 那種超奇怪的打扮 但是他被形容得多前衛多漂亮 那是不是街上開始會有人模仿他 然後那個叫流行嗎 不會 可是就是... 就是像台灣會模仿啊 沒有 什麼 就是像台灣就會模仿 就是美國跟那個日本的一些... 沒有啊 沒有人模仿這種啊 有一陣子有流行過台灣的女藝人會穿她的鞋子 有啊 就是沒有跟的那個 今天那個長蝶毛 不是像Lady Gaga那種嗎 長蝶毛其實一直都有 其實一直都有 是Lady Gaga戴動 可是不會有人貼生牛肉片在路上走吧 對啊 那是台商的效果耶 那還有一種就是那種... 就是比如說英國開始的那種龐克風 因為那個走在街上很多人這樣子做 他變成那個族群的人都這麼做 頭髮都弄得像智慧一樣 那個滿帥的 然後你講這種顏色 那個到底哪裡 我隔壁有一位很會打扮Punk的那一種 他現在已經改邪歸正了 中金屬啊 那以前啊 有位大家都會被看我 就是看成...就是流浪漢嘛 因為頭髮到這邊 然後衣服都破破的啊 然後就很多自清啊 然後那些piercing啊 就全個臉啊 你以前是不是有穿眉環 有...在這邊 你看他這邊還有一點 你給鏡頭看一下 對啊 這邊還有一個印子有沒有 有個缺席 那邊的毛就長得不起來了嗎 以前在鼻子也有啊 那個是年輕的時候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不用去被工作影響到 像我之前一直在這邊 然後還有這邊啊 都帶過了啊 而且那個代表就是個人的特色 所以我就還可以接受 其實龐克風還有一個很流行的東西 就是龐克的人身上的洞都很多 對... 洞啊 洞啊 耳洞很大的有沒有 他也有 超大的 他也有 我可以把我的手指插進去 真的嗎 這邊都看得到耶 以前...因為他以前更大 以前大概就這麼大 那還可以縮得回去啊 他就是會做到這樣子啊 那瑪丁你會畫... 還在下唇塞盤子耶 不會... 不會喔 因為我一直對就是韓國人 會畫眼線這件事情 覺得很奇怪 女生畫就算了 為什麼男生要畫 對... 現在韓國很多偶像團體 都一定會畫 而且... 擺明都一定要化妝對不對 你不覺得韓國女生也很妙嗎 每一個畫的臉都白的跟藝記一樣 你說像那個就是小梁哥這樣嗎 我這... 還滿正常的膚色啊 沒有... 而且很多人說我有畫眼影 不是啊 就是那個眼線啊 對不起 講錯了 眼線 我覺得台灣的女生 愛漂亮的太誇張 對 然後我來台北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人 戴眼睛沒有玻璃 很奇怪耶 現在還是啊 確實有一陣子的遊戲 如果你戴法國戴德東的眼睛 他們會... 被當作神經病啊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玻璃 我第一次看到女生這樣子 我就說 你眼睛好像很清楚啊 然後就發現... 發現真的是沒有玻璃啊 發現她這樣揉眼睛對不對 我想要請問一下 七位外國西南 在你們的國家 有人這樣子戴眼鏡 沒有玻璃 只有鏡框的嗎 有的請舉圈 沒有的請舉X 日本沒有 應該有吧 他還在玩笑 不可能沒有啦 凱傑傑 凱傑傑你們國家沒有嗎 我很久沒有回去啊 你一直都戴啊 我看到沒有 沒有 他的白色 真的... 我承認啊 我有戴過啊 因為有時候就是不同的那個感覺嘛 我們有幾次啊 你說你第一次看到人家 但你覺得很奇怪 然後久而久之 你自己也戴起來 因為我就被你們洗腦啊 對 你很妙耶你 杜力跟白菜都看過 美國都有 對 然後伊拉克是應該沒有了 沒有啦 有的話會被殺啦 怎麼會有 有這麼嚴重啊 有這麼嚴重 眼睛沒有 不過說真的 我剛開始回台灣的時候 我也是發現 我那時候也是想說要戴眼鏡 因為眼鏡的用意 就是你不想化妝可以戴一下 結果我也是 剛開始是有鏡片的 然後就被一堆人講說 你為什麼要戴有鏡片的 然後反而罵我一副那種 你為什麼要戴有鏡片 然後逼我把它全部拆下來 所以我覺得是大家就是認為 應該是要乾乾淨淨 看起來非常的 看過程這樣子 我告訴你 因為有很多人都畫眼妝的睫毛 你戴有鏡片會弄到睫毛 對 會卡到 對 所以才戴沒有鏡片的 那安妮咧 我有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的朋友 好久沒有看到她 然後就 就跟我說 驚喜 我想說驚喜什麼 我做什麼都看不到啊 就看臉沒有 她說你看看我的眼睛 我說眼睛怎麼了 她就帶那個 她去做那個 中睫毛 中睫毛我看不出來 但是 這個女隊是一個 她是一個 衣毛布吧 就是很小氣啊 不會花錢 那個是很便宜 然後看得出來 她的眼睛變兩層 她的那個睫毛變兩層 就是她中的那個睫毛 是往上面的 然後Z的那個睫毛 原本的往下 對啊 她是說便宜的 沒有很貴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她已經做了三個禮拜 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就發現她的那個睫毛 一直 她兩三根都掉了 很誇張 對 我就跟她說 你睫毛怎麼會掉了呢 她說因為 因為就是這樣子 已經三個禮拜 所以慢慢會掉了 而且台灣的女生 很喜歡那個睫毛拔掉 所以我放在那個 房間都會走上 嚇死了 我也是那個是蟲 唉唷 蟲 就是因為隔天起來 看到她的時候嚇死了 對啊 我也不懂為什麼 因為其實以前 剛出道的時候 是不流行戴假睫毛的 每一個人都是刷自己的睫毛 不知道突然有一天 就所有的女藝人 都戴起了假睫毛 因為好像是有一兩個人開始 就是不只戴一層 是戴兩層 然後就覺得 那個效果看起來 眼睛就變得 你不用畫那個眼線畫太粗 然後就感覺就很 很... 亮 這樣濃密的感覺 然後後來就開始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講到愛漂亮 其實我看到的一個狀況是 你知道像東方人 如果要去做胸部好了 你整形 你當然一定是走自然路線 你如果是越看不出來 越覺得你知道很驕傲 人家問你說 你應該是去做胸部 最近怎麼變大 我真的是真的 但是像我國外的朋友 是男生願意付錢 叫他女朋友去整形 而且是整胸部 而且胸部一定要整到那種 就是這邊會有一整球 這樣突出來的那一種 為什麼 而且一定要看得很明顯 一看就知道是坐的胸部 就是我認識的那個女生 她是一個那種 就是很嬌小的那種東方女生 結果她胸部一去坐 就整個這樣子 已經爆出來了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 她就說 因為大家都像這樣 就你如果今天去整形的話 然後你不讓人家看得出來 好像那個效果就沒有做到 浪費那個錢 對 然後講到胸部 還有像比如說你 我記得之前有一陣子 你在那種奧斯卡拉 或是什麼頒獎典禮紅毯上面 你就會看到一種很奇怪的流行 就是 女明星喜歡 就是 下垂八字奶 你說像這樣子嗎 安妮斯頓這樣子嗎 對 就是他們一定 就是你知道 因為大漏背嘛 然後就喜歡走自然路線 然後可能前面 也不要貼胸貼 可是就一定要讓這樣子 奶奶就是變八字 然後下垂 然後就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喜歡流行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一堆人開始這樣子 這樣可以證明它是真的 可能是你們小時候 沒有玩那個氣球 我們小時候會把那個水 放在氣球裡面 對 然後有時候如果你放吻水 然後這樣子把它放在你臉上 就還滿舒服的 因為 所以 這樣哭誰啊你 什麼 真的 所以Ruby 你可能不懂這個感覺 所以你不懂這個流行 對 但是我很了解 他們為什麼想要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解釋為什麼 也可以解釋 所以助力的意思是 他喜歡埋在胸部這樣 對 你以美國都喜歡玩這種 就像一小餐廳 對 就是這樣 對啊 還不錯耶 好 那我想要請問 為什麼像比如說 麥當娜 應該是麥當娜開始的 就是他那個中間那個 他天生的 那個牙縫 會有一個洞 沒有喔 我後來有 不是天生 他是越... 有些人越來越老 牙縫會越來越大 沒有 然後後來有那種名模 也是就開始 一定要牙縫要這樣子漏 然後大家就開始流行 所以真的我媽也這樣子 好像聽說是牙粥病的一種 聽說是牙粥病 但是 不是外國人就很喜歡這樣 但是現在有個模特兒 他也是這樣 有一個 對 在法國 如果你有這樣子牙字 我們會說他是 Lucky Lucky 真的嗎 真的有人為了趕流行 然後去把他那個門牙 中間的縫磨掉 對啊 這樣在我們那邊的話 是不好的耶 又要被槍斃了 不是 這樣的話好像是 這個比特兒一直吐口水 才會變這樣子 吐口水 對啊 從那邊吐口水 可是才會越來越看 在台灣的意思 應該就是就是 門牙這樣的話 就好像是漏財 對啊 所以就一點都不好 為什麼會有這種流行 就門面也不好看 所以我見過 那個現在在日本 如果女生有 不漂亮的鴨子 他們就比較可愛 對 所以有很多女生 有漂亮的鴨子 可是他們會去 dentist 還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他們覺得比較可愛 那不是跟日本一樣嗎 對啊 他剛剛說日本的 他們本來有很多有鴨子 就是有母鴨 對 真的是很整齊這樣 這個有什麼不好嗎 蛤 你有什麼好 你說 不整齊喔 他們故意把牙齒弄得不整齊 哪有沒幹過 有啊 他說有啊 有啊 沒有故意弄的吧 沒有故意弄怎麼可能 那你不要很乖乖啊 我沒乖乖 那不用學啊 這個乖乖的東西不用學 還怪我們 還怪我怎樣 那馬丁 對 因為我現在說 因為台灣就是有流行一種美 那我是比較看不懂 就是你的眼睛越大越好 然後你的臉 你的那個下巴要很尖 就是好像兩個角度都不要的 就是全個臉都會變成一個三角形 繞過來的 是不是就要一 要這樣 對 現在很多都會把自己弄成這樣 對啊 然後眼睛就是要很大很大 然後你的那個 眼睛的那個也要弄成很黑啊 這是拍照的效果吧 本人應該不是 全都好像一個外星人 對 對 我最不懂的就是 台灣人為什麼要變成那麼白 這個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一定要很白啊 你不要嫉妒母教 你跟美國人為什麼要那麼白 等一下你在講什麼 你們白人都想要變黑了啦 怎麼樣 肚立不就是眼光 對啊 是不是這樣子 而且這一題肚立最有資格問 對啊 我真的不懂 你們 明明就是外面的天氣已經熱到33度 所以如果他們現在變黑 那就沒問題 是不是那個意思 沒問題 黑色很漂亮 真的 就不用問啦 好啦嘛 反正就是外面的天氣已經 33度 35度 你還要穿個外套 你去哪裡都是要穿 這個我不得了 他要曬衫啊 還有手套 對 還有手套啊 如果是曬衫好 五分鐘從我們家 到最近的那個 貨物店訂好或是哪裡 你還是要穿外套嗎 五分鐘而已 還要穿手套 我們那時候我跟我朋友 我們晚上要去參加一個派對 所以我們去訂好 我們要買一些餅乾之類的 一些汽水 一些啤酒 好 我們 我到他的家 我要載他去 他說等一下喔 就開始穿了 好 騎摩托車兩分鐘就到了 等一下喔 要脫掉 我們進去出來 大家要再穿一次 明明就是我們沒有祈禱很遠耶 有那麼怕嗎 為什麼呢 要預防勝於治療嘛 台灣人夠小心啊 老劉要回答一下杜莉嗎 因為我們在場都是黑的 所以 我們其實 我們都不怕曬 但是你們的Michael 第一個把自己變白啊 喔 他本來不是黑人 你不要這樣講 你不要這樣講 你要知道Michael Jackson的話 好啦 我應該講說 因為台灣的女生 他有一個觀念是男生給的 就是男生會覺得女孩子 就是乾乾淨淨 白白就是漂亮 所以女生都會 靜靜的把自己的皮膚都很好 所以黑黑是髒髒 所以他們 不漂亮嗎 對 我跟你講 像我們皮膚黑的女生常常 會被男生嫌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陽剛 或者是你為什麼曬得髒髒的這樣子 是嗎 那我問我們這些男生 喜歡白白的 或是有一些顏色的 哪一個比較好 一些顏色 白白的 顏色 日本也是喜歡白白的 因為其實如果 我聽說那個 以前就是說 因為他們就是以前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般 然後一直就一天到晚上 就一直在外面工作 那你就會曬太陽 所以你就會變黑 如果你是比較有錢 比較有氣質 我從頭都是在外面曬太陽 沒有啊 就是他們這些比太有氣質 那種他們就會躲在 就是在家裡面 不會曬到太陽 所以就白白的 所以有這種氣質 這個再聊下去 會有種族氣質的問題 沒錯 我就想說沒有 我覺得台灣的女生 而且在 妇聯和保養的這個方面 非常非常非常的厲害 我以前有一個台灣的女朋友 然後她真的每一天都會花一個小時 睡到之前花一個小時在保養 在覆蓮 然後有一次 她花的時間特別久 一個半小時 然後我自己就以為 欸 出事了嗎 她是不是 我們英文會說 就是那個馬桶有沒有掉進去 然後她又去敲門 敲門的時候啊 沒有出聲音 蛤 對 沒有出聲音 就想說怎麼了 然後那個門 她就自己 她自己開了 感覺自己開了 然後我的那個女朋友 她走出來 而且她完全變樣子 她臉上有貼一個 特別特別恐怖的東西 好像像鬼一樣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在美國我們都用那個乳液 還有那個膚蓮的那個 面膜 不是面膜 它是那個 用那個膏 用那個油 然後它貼的是一個什麼 蝸牛 蝸牛做的那個面膜 然後她感覺到不像人 她真的已經不像人 然後我跟她說 你滾回去 你給我滾回去 為什麼那麼生氣 還有一個現象 是外國人也不能接受的 他覺得台灣人很愛自拍 哇 你們很愛自拍 對 對 都來了 我跟你講 是沒錯 亞洲人本來就是喜歡自拍 沒錯 因為有發明很多自拍神器 或什麼的對不對 就是女生當然喜歡自己 臉看起來比較小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是為什麼外國人想要學自拍 學得非常的奇怪 所有的那種外國女生 她們 你知道東方女生 就是可能嘟嘴啊 然後有很多動作 就很可愛對不對 可是外國女生 永遠都只有一個動作 就是 撅嘴然後變豬頭 就是這樣 對 對 剛剛好 都是同樣的捲嘴 永遠都這樣 所以她這樣的現象 你看到 所以那個什麼 去年也一首歌非常流行 就在講這個現象嘛 那首歌叫Selfie 她整首歌就是你知道 就一個女生講話說 天啊 所以那個男生很可愛 但無論如何 讓我拍照 然後就你知道 整首歌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歌 所以連外國人也在笑外國人 這是自己自拍的這種現象 可是我覺得你們 你們很厲害的地方是說 全部的人 要是嗎 你開口講這一題是不是 柔哥卡彈 那個就是你們 就可以在那個監獄上 有那麼多人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 就很自在的自拍喔 不是一兩張啊 就好多張 然後派人的人就是在那邊 凱傑你本人的FB 也都自拍啊 對啊 會自拍啊 而且只穿一條小褲褲 很小的小褲褲 對啊 那個我也有自拍啊 因為分身長很像精英啊 你難道不會自拍嗎 因為你被我們講過 你還持續這樣做 對啊 不像夢多 夢多還有羞恥心 夢多最近不敢這樣做 我真的不敢 對啊 因為我只是覺得 這個是我已經做過啦 那因為你們講啊 我還要就是刻意聽詞 也很做作啊 這是我的風格嘛 怎麼樣 他還沒氣 凱傑就是自拍王啊 不用再講了 那法比又覺得咧 對 我覺得法國人覺得 台灣女生很奇怪 也撥那麼多照片 因為法國人比較矜持 矜持 對啊 好適啊 法國人耶 法國人比較矜持 對啊 比方說 而且我也不覺得你 FB撥照片有多麼精實耶 比方說我戴我的 粉絲 有人在聖誕節的時候 會只穿一條內褲 然後戴一個聖誕 你還在說凱傑嗎 沒有 是法比喔 法比喔 可是不是每天 撥照片 照片 你每天都有新照片啊 比方說如果 戴我的FB FB 我有的粉 叫我撥多照片 可是我愛說 我會 撥照片的時候 我會想一想太多 因為法國人 像台灣人 撥那麼多的照片 我們也會覺得 這是 孤方至上 孤方至上 他說孤方至上耶 請問那是白菜教你的嗎 不是啊 孤方至上 你好厲害喔 最近大家 我以為他說 孤方至上 我跟你們講 現在最流行就是 我們的白菜講一些成語 就是影響到我們外國人 我跟妳講 真的 我覺得這次白菜來之後 你們好上進喔 對 我們每個人都在選 全語耶 對啊 都擬害我們 我們害我們 但是法比歐也很愛 PO自拍的照片嗎 其實 什麼 我說法比歐 因為法比歐其實幾乎 每天都會更新照片 然後我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就感覺是小粉絲 你知道 就是每天都一定要看法比歐的照片 他已經誇張到 就是以前是PO一些工作的 穿西裝的帥照這樣 然後到後面是連睡覺 都要躺在床上 然後就這樣 好 好 我也有看過 我也有看過 謝謝 那不是這旁邊是偷拍 聽說你的社群網站也是這樣 對啊 我沒有這種照片 沒有嗎 我們叫出來看 明明就有 明明就有 我們在床上了 沒有 我現在自己本身的那個配色 哪有看過的請舉圈 有 你們不要把八年的事 八年的事 全部都舉起來了 阿建老師都在舉了 阿建老師舉雙手 而且最近很多很緊的那種 運動衣服 我最近只有PO運動的照片 他很厲害 他有穿這種衣服 然後就這樣子 對 我才沒有這樣 你們都 有啊 最近沒有看到那一張 沒有 真的沒有 為什麼你們今天穿了睡衣 流星嘛 流星 可是另外一個就是你們說自拍嘛 我是就是 換你開口了是不是 對 那我就是想說台灣人 是真的 我覺得是全世界第一個發明自拍動作 沒有 沒有 等一下 你知道嗎 自拍棒一定是台灣的 對 怎麼可能 日本傳過來的 不是 是日本 真的 為什麼你們 你看自己不對的地方 每次都是日本 都是日本 就是日本 對 然後我回瑞典的時候 我就是想要買 我買了兩支 要送朋友的東西 真的嗎 那我就想說 因為我就是覺得很好用 因為在台灣常常用嘛 然後我回去那邊 然後送每一個人 他們只要一打開 看這個 就 開始 哇 這麼好笑的東西 你們剛剛說自拍棒啊 自拍棒 自拍神器 對 那台灣人發明的 對 很多日本人也買 哇好方便 那他們就會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們就會 在那邊 然後他們一直會說 很謝謝 可是他們就絕對不會用 因為他們覺得是 太丟臉 因為在外面 你就是又一個自拍棒 那就是太丟臉的 可是他們又確認 真的是說 真的是很棒 就是真的 因為照片會非常的好看 然後你就是也不用給別人 幫你拍照片 你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然後什麼 你就可以自己 就是非常的好用 那比如說 你去瑞典 或倫敦 或其他地方 看 有自拍棒的 那應該大部分 只會看到台灣人 你知道嗎 那一根自拍棒 在英國 在美國賣得有多麼貴耶 現在 對啊 現在賣很貴 一兩百塊美金一支耶 兩百塊美金 一兩百塊 對 那我們來做這個生意 對啊 我看過最便宜的在美國 是一百四十五塊美金 是最便宜的 台灣的牌子 對啊 他們的事情是現在 現在剛開始 因為就大概半年前 一年前 就非常就很丟臉 可是現在大家都開始買 想到自拍這件事情 然後我第一個想到 就是本班的自拍王 我一開始今天想要凱傑 但是我跟你講 馬丁也不遑多讓喔 蛤 馬丁不都PO一些小孩的 你跟... 才屁咧 你知道嗎 他連他不管做任何事情 他都可以自拍 比如說他要出國在候機室 他也可以自拍 然後不管做任何的事 然後我就會想說奇怪 為什麼馬丁很喜歡拍一些 就是表情都一樣 然後角度也一樣的照片 只是背景不一樣 然後都會說什麼工作很晚 什麼...小孩在等我 什麼之類講得很溫馨 但是永遠照片裡面 都是他個人帥照這樣 我有朋友帶小孩 就別呢 馬丁真的也很厲害 但是好 我講到自拍 我就剛剛講到自拍神器跟自拍棒 但是其實國外有流行一陣子 就是那個... 女朋友牽著一個男朋友的手 對...有沒有 然後就是只會拍到男朋友的手 跟一個女生 就像這樣子的照片嘛 對...整個系列的照片都是這樣 那不是有一個攝影師 他永遠不讓他老婆曝光的那個嗎 對 然後... 才開始流行的 就從國外就流行這個嘛 然後開始一窩蜂 很多國家都開始跟風 但我覺得跟到後面 發瘋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有人沒有男朋友 他要怎麼拍這個牽手的 就真的發明一個假人的手牽他 然後拍照耶 太誇張了吧 很誇張 已經瘋到什麼程度耶 假手耶 對啊 之前我跟一個朋友出去 然後... 那天... 那天就是我... 我們不知道去哪裡啊 反正看到一個很老的車 因為我喜歡老車嘛 然後... 我請我... 我請我那個女生朋友就是 幫我拍一下我跟那個車子的照片 然後... 就是... 回來台北市的時候 就是想要看一下 就說... 欸 那個照片可以傳給我嗎 然後... 看到他... 他打開他的手機啊 然後再找那個 然後... 他就是一直滑著滑 然後... 我... 他跟他出去一天 然後... 他... 裡面就是... 在... 在那個照片的前面 大概... 三尺... 四尺... 同樣自拍的那個照片 然後我說... 我應該是... 去... 去上車手而已 或是去加油的時候 去那邊 我說... 那裡那麼多的那個自拍 他說沒有啊 在車上無聊啊 但是這自拍真的是全世界都這樣 你看那個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時候 不是一群明星在那邊自拍嗎 對 就一拍然後就全部都入鏡 那個是因為置入 問題是台灣人太誇張了 對 他們已經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專業了 沒有... 我跟你講什麼叫誇張 你們看照片 國外流行的斷頭照片 很棒耶 有一陣子很流行這個對不對 對... 他們就故意找兩個人來 然後一個只露頭 然後另外一個人露身體 然後頭藏起來 然後就這樣拍照 那陣子很流行 你們說對不對 就很好玩啊 對...這個很好玩啊 這是藝術 自拍到時候很強 阿布耶 這是藝術 這是藝術好不好 但是台灣人太誇張了 他們可以自拍到 他們知道 到底要什麼... 什麼角度是最好 讓他們的腳看起來最強啊 那他速度最大 然後臉最細 每一次都是這樣 我上個禮拜 我在...我去唱 我忘記我在那裡唱 反正有兩個女生都說 欸杜莉我可以跟你拍照 我覺得你很拿下 很可愛 唱得很拿下 說當然可以啊 就開始自拍 然後看一下 喔不行 我的臉太胖了 我等一下 再拍一次 那他就拍了十張 他又是要找到對的位置 就是... 就是他的臉在我的臉旁邊 就是看起來 他的臉會比較小 嗯... 比較小 那個很故意對不對 對 很故意對不對 他會在你後面 對啊 所以他的臉看起來比較小 我想說為什麼你... 我站在這邊 他站在這邊耶 你知道你什麼自拍耶 這怎麼會比較 沒有這樣子 這樣子我才會看起來 比較瘦一點啊 那我想說 OK 好 OK 沒關係 然後就換他的朋友 他拿他的自拍棒拿出來 就開始拍 那我們看這樣子 結果看那個照片 好像那個女生是大概兩百... 兩百公... 兩百公分耶 兩百公分耶 就是從他開始很高 我想說 他們到底怎麼拍的耶 很厲害耶 對 台灣的女生 永遠都不會問男生 這個照片可不可以 自己可以就可以 對 而且你看就是他們 你們都很愛用那個美白 你看 那有幾個朋友啊 就是看我一直拍照啊 然後就是 他手圖美白 我的臉很白 好看嗎 他們自己好幹對不對 我沒有臉都那麼白嗎 自己臉這麼白 我的臉都那麼白嗎 可是我沒有用修圖耶 我不用修圖的人耶 我真的拍照不用修圖 那個純粹是 這個拍出來的意思是 那個純粹是 應該是燈光的關係 剛好照到你的臉 那我為什麼都沒有變白 你怎麼白 你不要為難我好不好 那你不要說是燈光的問題 我也一直拍過了 但是從來沒有變白了 台灣女生還有一個現象 就是幾個女生一起合照之後 然後修自己的臉有沒有 修自己的 然後別人的都不修 然後就撲上去 可以只修自己嗎 可以 可以 他就自己瘦臉啊 或怎麼樣的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人 我們自拍都是追求一個美感 我覺得外國人他們自拍的那個 時間點才叫莫名其妙 因為 就是他那個時間點很奇怪喔 因為我看過 尤其是美國人 不好意思啊 美國白人 這裡完全沒有不好去 你習慣了 美國白人 美國白人 都一樣 就年輕女孩子喔 她在什麼時間點自拍 她奶奶過世 她在奶奶臨舊前 跟她奶奶自拍 她就畢業耶 然後還有那個 你朋友 什麼 我也有 你也有 去年我阿姨過世 我也是跟她自拍 你跟她一起自拍 對 她在裡面這樣子然後 這樣子跟她自拍 你還笑啊 對 是不是很莫名其妙的時間點 你們這樣子自拍 不會被家裡面的人罵嗎 沒有沒有 因為他們家裡每個人都這樣子拍 沒有 我還有看到那個 已經是美國人 消防員 後面那個房子 都已經大火一片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消防員還在自拍 也是一樣比夜 你不趕快去救火 你還在那邊自拍 可是我看到最近很誇張 就是不是有那個 飛機的事情 對啊 然後還有一些人在前面 可是聽說那個不是台灣人 不是不是台灣人 不是 沒有 你講應該是這個 就是她已經快要墜機 已經要迫降在海 就是海上面了 她那個人完全一點都不緊張 還在自拍 不然你要幹嘛 她還拿防水的手機 沒有 她拿那個GoPro 防水的 全程拍下來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外國人覺得台灣人也是 有時候拍照那個時間是不對的 像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在吃飯的時候 都不能吃飯的時候 不能吃 為什麼 她要拍那個食物 這一點真的是台灣人 比較奇特的現象 這真的很奇怪 因為我們出國的時候 看到餐廳裡面 一上菜會拍照的 都是台灣人 日本沒有嗎 日本我覺得倒還好 不會 而且拍照之後 還有去廁所的時候 會拍很多張 他說廁所那個燈很漂亮 對 真的拍很多 什麼地方都拍 我跟他轉 我說美國的白人 不是黑人 美國的白人 一定是他們 那個NASA拍那個人去月亮 他就拍兩三張 真的 我覺得還有那個 我有一點不懂 台灣的就是流行 來回很快 就是一下子 哇流行吧 那一下子就沒了 我之前在台中風甲也是開過 張宇燒的店 就是在路邊單 我自己開的那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很少在 就是那邊就是日本人 結果一聽到 日本人看在那邊 哇 打排隊 很多人 而且就是 滿不完那種的排隊 然後就是 慢慢的就是 回到增長是有三個月 然後呢 台灣人那時候你知道嗎 多少人問我說 我要加盟 那時候就一直叫我問加盟 但是呢 很多就是還有之前 不是有流行那個蛋塔嗎 對蛋塔 對那時候也是啊 你看 比較就是台灣人看到 這個流行 我要加盟 我要開 我要開 開得很多一模一樣的 就是模仿的 就是很快就倒了 那像日本人開店 比較就是保守 就是調查這個市場 開不開前多久 或是就是說 還會想到下一步的下一步 對啊 可是我覺得講到 愛排隊這件事情 我去日本也有被嚇到 就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應該是好幾年前了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元素 又要逛街的時候 然後就經過一家 很小很小間的店 然後我朋友 我就說這是什麼店啊 因為感覺人好多 裡面人是滿的這樣 他說就是一間賣爆米花的店 然後我就想說 那大家怎麼都在排這個爆米花 因為他已經不是說 只有店裡面人是滿的 因為他隔了那個人行道 是沒有人的對不對 因為像台灣人 就會沿著人行道一直排 他沒有 他人行道是空的 所以還是給行人走 但是把你的那個頭 轉向對面馬路 有個公園 他們是排過馬路 然後繞了好多圈 就是你如果不排一個下午到晚上 你吃不到這個爆米花 然後我想說也太誇張了 搞不好是新開來還是怎麼樣 大家一窩蜂想要排 結果沒有 我上個月去日本 就又經過這家店 他又是這樣排到對面 然後又繞了好多圈 然後大家還是排 而且現在東京是零度零下 這麼冷 然後大家也是在那邊抖的 還是要吃這個爆米花 我也不懂為什麼 又推卸責 對啊 之前就是有一個那個什麼 測試 對 測試 然後呢 不知道 就是這邊是明明就沒有電喔 就是故意的人家排隊 結果後面很多人排隊 然後一直問說 這個是什麼 不知道 這是我常常在台灣發生的 你知道 有時候就是那個 燈一打開 那個重灰飛過來嗎 就是那一種東西 我覺得 台灣人真的有這個問題 他們看到一大堆人在派對 他們不想要派 那就是 就是 對啊 就是這種感覺 你好適合演活屍喔 真的是這樣子的感覺 他是不是演野馬也很像啊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像我有一次我去那個四大夜市 然後我跟朋友在那邊逛 一邊吃一邊逛 然後我就看到一大堆人在派對 我朋友說 趕快派 趕快派 他說我們幹嘛這裡派什麼 他說我不知道 就先排隊就對了 我想說 你就是看到這些人排隊 你就是覺得我趕快去排隊是對的嗎 我跟你講不只排隊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一個遊戲 就十個人 五個人在那邊這樣 對 你馬上後面就來一堆人 對 沒錯 對 就我小時候也玩過 你看 有耶 其實根本什麼東西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台灣人就是這麼無聊 我覺得無聊玩也可以啊 不只我們台灣 我覺得講話太誇張了 美國也是 沒有 美國也 絕對有 我們去Disney會派對 但是為了一個紅豆兵 在四大夜市 我們還要拍十幾分鐘嗎 我之前到紐約出外景 在曼哈頓啊 在曼哈頓上面有一間麵包店 那個麵包師傅是全曼哈頓 他唯一會把那個可頌跟甜甜圈 做在一起的一種麵包 所以是非常 很有特色的一個麵包 你知道那時候紐約多瘋嗎 他是每天早上八點開店 然後每天限量八百個 然後那些紐約人他們從 凌晨三點半 就開始排隊 就要在那邊買那個麵包了 而且他那個麵包 我記得一個是 好像美金差不多五塊 你知道我們當天會有人 立刻買完之後 立刻就放在那個網牌上面 立刻賣喔 麵包喔 他可以從五塊美金 漲到五十塊美金耶 好 等一下 這個我了解 因為你自己已經講好 有現貨對不對 只有這個 而且你在美國 沒有其他地方有這個東西 對 所以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因為既有這家店 買這個東西很有特色 但是台灣去哪裡 都可以買到紅豆餅耶 對 可是那一家的紅豆餅 它就是那麼有特色 沒有 後來我有吃也不好吃 沒有 因為你不想要把那個十幾分鐘的 我生活回來 Dulie Dulie這個不用生氣 美國人排隊是正常 你們東西不好吃了 真的 立刻好 講得非常好 等一下 伊拉克人怎麼會講 美國東西都不好吃 你們根本沒有東西吃吧 餓東西 Dulie 他們肚子餓的時候 都吞手榴彈耶 可以啊 台灣女生有時候 有時候在網路會繳 就是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像我女朋友 很愛這樣子去繳 然後她 那個時候我們家附近 有一個夜市 然後她在網路繳到 我們家附近有那個 那個炸的魷魚 魷魚嘛 炸的魷魚嘛 對不對 她說一定要去排隊 因為那個人 那個好多人在排隊 真的是很多人在那個夜市 然後我們到的時候 是真的好多人在排隊 超多人的 然後那邊排隊的時候 剛好旁邊有那個 尾拉間嘛 尾拉間 也是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她那個時候 她不知道要排哪一個 然後我們就排 對 我到底要排哪裡 對 我說你在網路上看到 那個炸魷魚 就排那個魷魚嘛 她說好啊 那就排了 排了之後 排了大概快一個小時 快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她穿高跟鞋 在那邊說 好不舒服什麼什麼的 我說你自己找的 自己要排了 然後就很累喔 結果 買了那個炸的魷魚 吃了一口 非常不好吃 嗯 真的是 真的是不好吃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排隊 我真的覺得 很瘋 台灣人這種行為 真的很可愛 不是呢 去年就是有那個 從美國來的那個 甜甜拳店嗎 對 那個就變瘋了 你知道嗎 我看到每天 我的Facebook的那個狀態 全部都被吸了 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全部的人 都在那邊 還在故意在那邊寫 我排了幾個小時 就是去 去拿到這個甜甜拳 好像變成一個遊戲 比來比去的 到底排 大概五個小時 為了甜甜拳 有什麼好驕傲的人 你們紐西蘭 還不是自己一樣 喔 怎麼紐西蘭囉 我們是沒有辦法排隊 認輸太少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知道在紐西蘭皇后鎮 那個地方啊 它有 在那個鎮裡面啊 有一家號稱 是全紐西蘭 最好吃的漢堡 你知道那家嗎 一定是你們台灣人 去紐西蘭排隊啊 不是 排隊的都是外國人 很多還是你們自己當地人 他那時候因為 他那家漢堡店啊 他追求就是要現做 那個漢堡肉要現打 所以 可是買的人又很多 你常常點一個漢堡 你可能要等到一個多小時 你才有辦法吃到那個漢堡 所以他就開始發展成怎樣 因為等的人數太多 那大家閒著也不知道幹嘛 他那家店啊 在旁邊啊 弄了一個小酒吧 然後你可以喝調酒 你可以喝啤酒 所以你在等的時候 就可以喝那些酒 我跟你講那些外國人啊 這是滿聰明的啊 你知道嗎 那個現場有一個很怪異的現象 明明大家來吃漢堡啦 漢堡還沒吃到 醉的人已經醉一片了 你知道嗎 還有人在那邊 你到底是在喝酒 還在吃漢堡的啊 因為這樣子 這樣子他們肚子餓 因為買比較多啊 他比如說你覺得 你覺得台灣怎麼樣 你們記得呢 曲燕有那個 日本巧克力很流星 這個這個 雷神 雷神 對啊 還有人買很多喔 可以去營業啊 然後朋友都說 一定買 一定買這個 巧克力 從日本來啊 很特別啊 我就去過 我覺得還OK啊 沒有那麼厲害 那時候是真的跟得有點瘋 這誇張 知道嗎 因為你們台灣人 買這個巧克力 我們在日本買不到這個 全部結合 對 而且他也發一個公告 大雷神此後不再出售 他就不再做了 對 很誇張耶 但是這個東西 我從哪裡流行啊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對我們來到 就是小時候就是吃的 就是隨便 隨便都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我後來問了我日本同學 他們說 有點類似我們小時候吃的 七七乳加巧克力 對 其實已經很久了 很久 超久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 一夕之間都變紅了 對 到底為什麼會突然紅啊 不是啊 而且那時候 網路炒作的吧 對啊 那時候真的好煩耶 每個人就是說 我回日本的時候 幫我買 我也是啊 被你賣光光啊 還怕幫我買耶 我真的不知道 去年來到台灣的那個時候 我有跟 我在大甲 然後跟一些朋友 我們出去吃飯 然後他們說 我要帶你去一個非常有名的西餐廳 然後我之前就不太知道 台灣的西餐廳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有到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說 我們要排一個小時 然後我說 一個小時 那很多 我很餓 我們還是去別家吧 反正旁邊就有別家 然後我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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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店特別夯 特別有名氣 這家店肯定好 排了一個小時 排完了之後 我們坐下了 然後他們就開始自拍 然後自己就想說 我自己很餓 然後我就開始吃 然後發現 這家西餐廳的東西 跟另外一家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而且就是 甚至是因為名氣 他才會排那麼久 都覺得很棒 可能 可能這一家有名 因為可能哪個名人去吃過 或者誰介紹了 然後大家看了以後 就會一窩蜂去吃 有時候真的是吃名氣 台灣人 就是對這種新來的東西 就很吃名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 這幾年來都流行一窩蜂 而且我從來不知道 台灣這麼流行路跑 好多路跑的活動 為什麼 其實以前一直來都有 但是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族群又更大了 以前是真的在路跑 現在跑好像為了趕流行在跑 對啊 因為以前其實很多花樣 金控業他們每一年都會辦幾次路跑 其實一直長年來都有 可是到後面越來越誇張 也是從國外來台灣 就是他們已經開始發明了一些 比方說什麼彩色的粉末的那個路跑 還有一年是 我記得那時候流行 就是大家派對已經不好玩了 你知道嗎 派對一定要有新鮮特別 然後那時候就也是不知道為什麼 從國外流行回來 叫做噴漆派對 就是會噴在你身上很多彩色的油漆 然後大家就覺得好瘋狂喔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會覺得 這有什麼好玩 因為你全身噴了這樣 你回家洗不是很糟糕嗎 對啊 就好死不死我剛好接到那個活動 那個廠商 他就是要辦這樣的派對 我們就是硬著頭皮 必須要去參加那個派對 然後你知道那個派對結束之後 你走出來 誰知道你是誰啊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當下覺得好玩嗎 好玩是好玩 可是你到之後會很痛苦 不是因為你可能連續一個月挖耳朵 挖出來耳屎都是彩色的 其實台灣人真的就是被影響到流行的東西 而且是運動 因為台灣 不管是台灣 現在就是很多那個各鬥啊 還有MMA啊 還有UFC啊 就是很流行嘛對不對 然後呢我自己本身有 我是教練 那我自己有拳館 然後很多人報名 沒有關係 當然是我很開心 但是呢我是一個專業的身份 其實就是很認真的教嘛 然後他們很多 而且是女生 很多女生 來拳館 然後拍拍照 拍拍照 然後就是那個拳道 我今天來運動喔 然後呢 就開始認真 因為比較我 我不是玩那個 1 2 1 2那種 我是比較認真的 比較就是真的 你不是潘若迪那一種 沒有沒有就 反正就是很認真 結果呢 因為是運動嘛 你看我照片 就是很多女生的課 就是 對這是我的課 對 然後很多女生 像這種女生 她們就很認真 但是有幾個 好多個 來拳館 一個小時 為什麼那麼累 我流行耶 來這邊幹嘛 然後就是說 教練好像好痠喔 不然呢 夢多你有沒有發現 裝備越齊全的 買得越好的 越不勤勞 我有經驗 對不對 我對這個裝備很有經驗 我發現台灣人 真的很喜歡買裝備 我有一次在舉重的時候 我去舉重 我們在暖身 你舉重 我會舉重 練重訓 練重訓 對 練重訓 好 我練重訓的時候 之前我就暖身 然後我就發現 旁邊有一個男孩子 他全身都穿Armani 然後都在那邊 先拉身體 然後 偶爾會看著自己 眨眼 然後繼續拉 繼續拉 然後我就覺得他 跟你眨眼嗎 沒有 是對自己 是照鏡子對自己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他應該 看他身體也挺壯的 應該很厲害 那我就沒想太多 應該是肥丹尼 肥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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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那樣子 對 那我有去舉 舉重完之後 我有去跑步 然後 因為我喜歡那個做 有氧運動 就是我舉完之後 做無氧運動 那我有去跑步機那邊 然後我就看 所有的跑步機都有人 除了他 坐他右邊的 他沒有人 那我就站上去 開始跑步 然後我就看到 我左手邊 然後看到 看到他 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他在散步 而且他不只是在散步 他一滴汗都沒有流 全身Armani 還那麼認真 像在那邊散步 看電視 為什麼一定要 買那些衣服 你才可以做那個運動 比如說你要游泳 一定要有個游泳帽 然後一定要有游泳褲 好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要騎腳踏車 為什麼一定要買腳踏車的 那一種褲子 那一種衣服 沒有 因為腳踏車 你坐墊那邊屁股騎久 你一定要有專業的褲子 好 那為什麼 泡步一定要用一些 很貴的那一種褲子 就是可以通風啊 然後衣服就是那一種 很快乾的那一種 我跟你講 女生褲子一定要買通風的原因 是因為女生很容易 會細菌感染 不能悶太久 哇 你很會講話 你一定是哪一種人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子 明明就是完全從來沒有跑步過 一次都沒有想說 我有點想要去跑步啊 他跑去買一個新的鞋子 又去買了一個新的褲子 又去買了一個跑步的上衣 還有一個特別的衣服 因為他不想要他的胸部 一直動動 那個叫什麼 運動內衣 運動內衣 好 他那些全部都買了 很開心 然後想說 他還沒有去跑步 沒有一次都沒有 他說我想要去跑步 然後就買了一大堆東西 後來他跑了一兩次 之後都沒有再跑步 那個 在美國的嘻哈人不是也一樣 穿的都是球衣 但他們也不是打球的人啊 那是支持 等一下 那是一種支持 等一下 但是他們是每天都穿 每天在做那些嘻哈的動作 對不對 對啊 嘻哈但不是運動啊 但他們為什麼要穿球衣呢 因為他們 但是 沒有 沒有 直球 沒有 這是不一樣 他們要穿 為什麼大家是23號 都是23號 Jordan有沒有 以前都是這樣有沒有 沒有 你誤會了 你誤會了 人家都是每天穿衣服的 這是OK的 但是你是每天穿那些 泡布的衣服嗎 我覺得美國人也是啊 因為現在好像歐美很流行 就是中國功夫 他們很喜歡中國功夫這一塊 然後我前陣子也是去 紐約出來一起 然後發現中央公園 有個很奇特的現象 你看 一堆外國人 然後穿著中國人那種那種服飾 而且 這個還沒有拍到 我發現那時候 我本身去到現場的時候 我發現 他有一些那個外國人 明明就是 金頭髮 藍眼睛 可是他穿那種道士的道袍 你知道嗎 很帥啊 然後他在那邊練太極劍 然後兩一身太極什麼 在那邊練 太極張三豐的打扮就對了 然後有些更奇怪 他們都是一個族群一個族群 然後另外一個族群 他可能是另外一派的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可是他穿的那個道袍 是全部白色的那一種 然後也是拿個陶木劍 然後在那邊比劃 可是因為他外國人嘛 金頭髮 藍眼睛 你穿個道袍 一點都不像中國的武術高手 比較像是魔劍裡面那個白... 白袍乾道夫啊 拿著木頭劍在那邊比劃 就是那個傢似廳啊 傢似廳都這樣子 傢似廳也是啊 但是很妙 我也在中央公園 看到一堆外國人在練氣功 有有有 超妙的耶 這是文化 他們在學一些文化的東西 這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所以這個我也可以了解 像我朋友也是一樣啊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宅男 他平常不會運動 真的都在家裡打電動 然後突然他的Facebook放什麼照片 你知道嗎 跑步的照片 他還說我要升加馬拉松 馬拉松嘛對不對 馬拉松 他最近在台灣很流行嘛 然後他去升加那個馬拉松 然後就... 我真的有嚇到了 我說我朋友怎麼可以升加馬拉松 然後我跟他約他出來吃飯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說你為什麼會升加馬拉松 他就說因為他算是12鳥 就是可以去... 12鳥嗎 對 他就... 為什麼看 為什麼... 又是成語是怎麼了 你現在就是跟風好不好 你們現在在流行講成語嗎 流行才剛流行 12鳥一樣已經不細心 如果下次誰可以講出 我跟你講那個才是... 那個才是厲害 我跟你講 他說可以... 可以一邊跑步 還有認識女生 對啊 可以跑步還有認識女生 認識女生 他說對啊 他真的是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認識之後 因為那個女的很愛跑步 那個男的是去... 不是喜歡跑步 是去認識女生 後來那個女的約他出來跑步 然後他出去跑步的時候 就送預言了 沒有沒有電影 真的 我朋友真的 OK 其實我覺得那個像比如說你說 人家運動然後瘋瘋狂 但是我覺得像國外 只要是流行的運動啊 都是很激烈的流行一陣子 像我之前那個 我有看到一個朋友 他原本就是有一點肉肉的 然後突然隔了一陣子 我看到他 他整個人瘦以外 還有突然六塊肌 就是一個男生 然後我說 你到底是怎麼做到 他說 因為最近美國在流行一個東西叫 他就叫我 你就想說 蛤 為什麼有個運動叫瘋狂 於是呢 我就回去查 然後自己也來試看 他就是... 他就是把那個每一個人 就當成很像那個 美國那種足球員來訓練 你知道足球員他們不是 都是要訓練那個 就是體力嗎 所以他要在比如說 短短四十五秒之內 假設他叫你 先蹲下來 然後馬上跳起來 做那種投球的動作 然後你就要一直不斷 一直這樣上下上下上 然後就是把自己弄得很累很累 然後中間呢 就是隔個十秒 然後再下一個動作是 扶地挺身 然後再起來跳 就是那種非常非常誇張的一種運動 然後我自己想說 既然看到我朋友 他原本肉肉然後變亮 我也自己試了 大概說兩個多月 我說真的 我從來沒有 我跟你講 我說真的 怎麼回事 這邊沒辦法噴睡 只能噴你們 對 重點是 我自己試了兩個月 很有效果 但是我說實在真的很想死 然後試完之後 我覺得那個瘦是因為 你就是短時間之內 把身體就是那個肌肉 全部逼出來 所以你當然就是那個 就是 身上的肌肉會慢慢地消失掉 但是問題是你 你不能 你如果一旦停止之後 它馬上又回來了 因為你知道 你很瘋狂地鍛煉身體兩個月 然後通常這種運動呢 到最後都會變成怎樣 就是會有一個 有一個消費者 他就突然跳出來說 你知道我 我哪個背啊 然後哪裡就是受傷了 然後就會有個專家跳出來說 其實這個運動是非常受 有傷害人的 什麼什麼一大堆的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死掉 就是之前從譬如說 什麼Tybo有沒有 有流行一陣子 有流行 然後就反正都是跟那種 很激烈運動有關 之前不是也很流行 什麼Nike出了個TRX 什麼 然後它就是一陣子一陣子的 到底會流行到什麼時候 我想要再講一個 就是國外很流行的就是跑酷 跑酷這個東西 大概去年還是前年突然開始 很多 跑酷對 這幾年開始突然流行 而且 就是跑酷 對 跑來跑去 跑酷 他們在屋頂上飛來飛的 跑來跑去 然後搞到那個 我在電視上 可以看到那個 大概是探索頻道還是什麼 有一個專輯在報導這個 在報導說他們跑酷 這個人從這個屋頂跳到另外一個地方 他手抓住腳蹬 然後要減輕他的什麼衝力 然後他有多少的力道 然後他把它分析得清清楚楚 然後就是為了解釋 台灣有一個 有一個新聞講 就是有兩個男生想要跑酷 結果他以為他可以跳到 從橋的這一端 然後跳到橋另外一邊 他就往上跳之後就往下掉了 鬼就斷了 我們看到很多那種驚險一瞬間的影片 都是這樣 就是跑酷是突出的 而且跑酷是就是害我們五師之導 為什麼 因為有些導演因為不懂 因為我每個就是站場不一樣 我是比較會打 或是翻 但是我會翻跟那個跑酷又不一樣 對 然後有上個月吧 拍部片 然後導演說 夢多那個你可不可以坐那個二樓 千光換兩圈 然後下二樓都過去 我說 導演這個可能需要那個Wire 我也要 你不是五師之導嗎 你看現在就是玩路線很流血很簡單啊 害我 然後你就應該找馬丁 對啊 因為馬丁小時候 就是要玩這個 我以前就是一直都是玩這個 後來我是因為就是從二樓 馬丁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鞋子嗎 我的鞋子 我的鞋子 你現在有辦法從白菜那個桌 然後跳到這個一直跳來跳去嗎 我現在完全沒辦法 因為我玩了這個 所以我的那個 軟帶斷掉了 兩次 兩次 所以我現在什麼都不行 那怎麼斷的 連從這邊跳到那邊都有問題 都不行嗎 你怎麼斷的 我就是從二樓十米 然後我從這邊就跳跳跳跳那樣 然後跳過了這個 然後就是做了那種flip 然後要到地上 然後要到地上就是變成這種的 這個很痛 四十年代吧 對 所以這個軟帶就全個斷掉了 就是那種我不想會看到的那種 以前就很好玩 因為我回那個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 就是如果你走路在街 在路上 然後就會有一個牆壁或什麼 然後你就 然後就是繼續走路 由於就是大家說 蛤 什麼東西 超好玩 對啊 很酷啊 結果這禮拜就斷了 就是那種不斷 對 我練這就後悔了 我這個人後悔一輩子 例如說每個夏天 你會有這個流行 就是說 蟲浪嘛 那我們森取現場 就是從小的時候 就開始學蟲浪 然後在場網的時候 有一些朋友 就是夏天打的時候 我說這個夏天 要不要一起去蟲浪 我說好啊 很少有朋友在台灣有蟲浪 結果跟他們一起去的時候 就是根本就是在玩水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真的 除了那個之外 我就是覺得很危險 因為其實我們在國外 蟲浪是有一些規則 是台灣人真的很少人知道的事情啊 對 例如說可能是 人都會從 左邊倒在右邊 或是右邊到左邊 對不對 如果有一個人 是從這邊開始倒下來 你這邊 下浪 這邊的人就不能下 嗯 如果在國外 這樣子會被走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 就是不是 不是是我的浪嗎 是因為這個東西是 危險嘛 因為你 你從過去 別人在俠浪的時候 撞到人家 那個板子就是 我鼻子就是斷了 就是因為 被重浪板打到啊 對啊 所以就是 你有看到那種人 在那個海邊上啊 然後他們 花了五百塊 去做一個重浪板 根本就沒有下水 就是在海邊上 拍雞蛋照片啊 然後在那邊 就說我來衝浪 對啊 然後今天衝浪好累喔 雷什麼 對 手痠嘛 一直不一直拍 台灣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 喜歡搶限量品 但是聽說外國人也會 我覺得外國人搶 全世界都會 我們隨便講一個 最基本 最簡單 我們平常生活很常見的東西 就好了 Apple Apple哪邊先上市 美國啊 誰先排 美國啊 對啊 而且他們擠破頭 一定要搶到第一個開門 然後搶到第一台那個 然後上新聞 大家覺得很開心 好 那我問你 那為什麼鞋子也要搶成這樣子 對啊 不過一雙鞋 對啊 JODAN JODAN鞋 JODAN你不是普通的鞋子 對啊 不一樣的鞋子 就這樣仔細 這超不一樣的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那個紅豆餅 也不是普通的紅豆餅啊 可是我跟你講 各位 我們搶限量的東西 我們都是乖乖的排隊嘛 頂多就在路邊睡覺什麼 就算了 美國人他們搶限量的東西 真的是搶破頭耶 之前那個JODAN十一代出來 那個新聞還在報 你知道嗎 他們是一群人衝到那個賣場 直接把玻璃給擠破 那何必還排隊 然後警方還要出動那種什麼 辣椒罐啊幹嘛的 那種維持自然 那現場好像世界末日在搶糧食 你知道嗎 很多美國人還在 我的臉都收手了 然後還有媽媽 直接把小朋友啊 就丟在車上 完全不管 立刻去搶 然後後來警察就查到 因為好像美國法令不可以把小朋友直接丟在車上 對 他買完回來之後立刻媽媽逮捕 然後還有記者去訪問他說 你怎麼會把小孩丟在那個車上啊 他還說沒關係 只要我搶到JODAN鞋 一切都值得 對 超誇張 我跟妳講 每年 每年 Black Friday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被殺死 很難得 今天的黑人跟白人 團結 團結在一起 What's up my brother What's up Yeah 我們真的不一樣 我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 Yeah 那我告訴你們 美國太奇怪了 你們 你說搶這些東西 Apple什麼就算了 連AK47他們都搶 是搶嗎 搶 去年的新聞 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制裁俄羅斯 不再進口AK47 結果你知道嗎 全美的AK47全部沒買光 那是因為 所以我們現在 那些東西都對了 但是這樣聽起來 其實全世界都是一窩風 都是 因為大家就是很好奇嘛 真的 對不對 好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場 下次見 拜拜 謝謝